朋友们大家好 感谢关注翡翠一师傅 今天我们来玩一块这个很丑的石头 这块石头是好几年了 三年了吗 快四年了吗 我记得是疫情的时候买的 然后这个石头它是一个非常丑的石头 到处都是断口 你看 长得真的是不行 要说一点是有没有可能 这种卖到最后卖不动 大家不是很看好的东西 反而切出一些宝贝出来 完全有这种可能 之前发生过这种事情 就是卖着卖着真卖不动 然后呢 自己也不是很看好 但是没办法呀 卖不掉钱 是吧 本也肥不了 然后只能拿一刀 发现美滋滋切长了 那这个料子 因为这个料子本钱过万了 所以说 再加上它长得丑 所以说一直肥不了本 那我们来看看它的表现 就拿去切它 不好卖的原因 最大的原因就是这个断口啊 因为它的皮 只有这个地方有皮 看到没有 这个地方有皮 皮占它整个原石的大概四分之一吧 这些地方是老断口 老断口 老断口 是吧 这边有一点点那种半新半老的断口 这个料子但是很有特点啊 是色料啊 它虽然说是个断口料啊 是一个老断口料啊 但是它是个色料 色料的东西就有意思了 它是有有很大的毒性的 这个地方因为看起来赖一点 卖不掉的最主要原因就是这个原因了 老断口其实人家都不怕 怕的是这个到老不老的断口感觉到就是挺新的 色式虽然有但是总不够的感觉啊 但这个说实话啊 这个是个南起敞口的 里面的还是有可能是有机会小化小化的啊 因为它这些断口的话 它都是有风化的 是吧 来 这块石头啊 这是原生皮克 这个皮克是原生皮克 这个是老断口 像这种石头会不会有一些小小的惊喜呢 咱还拿去线切啊 尊重它啊 尊重它的价格啊 尊重它的这个表现 这是一个色料啊 色料很贵的啊 很贵的 就是像这种小小的一坨啊 带上这种表现的话 它就不便宜了啊 那这种过万丑陋一点的 卖不动的 没人要的 最原始 干开是什么效果 咱们期待 现在就拿过去线切啊 切大概 切这个盖盖吧 反正就凭着切一刀啊 凭着切一刀 嗯 这个地方有一道大粒 其实如果没有这道大粒的话 这个量子 这个地方啊 甚至可以堵一下手镯的 但是现在来看 好像机会比较渺茫 手镯的几率啊 切这个大面 大概就是顺着这个皮 这个被子 干抬一刀 两厘米左右啊 两三厘米 这道粒很烦的 这里的大粒 这道大粒 这道粒很烦的 这里的大粒 抓到那种粒 再装回往 好 不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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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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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